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开过那么干的 它不下雨哪有办法 这样的 会不会怕没有水喝 当然怕没有水都完 有灰山水库去水率只剩5.6% 德基水库仅剩3.9% 预测剩余使用最糟情况下不到两个星期 盘点全台各水库 七座水库同线危机 新竹保三保二 苗栗明德水库 鲤鱼潭水库 台南增文水库等等 皆逼近带水位 带水位指的是 一路水库里面 它取出口最低的水位 它的水量就不容易 有震仓的上水口来放 曾被CNN评为 最美自行车道的水设自行步道 干成黄色沙洲 九蛙飞天清淤出土 还被盖头 大竹湖区域 大地裂开 水库水位下探 百年大汗未减 就在此时出现一丝丝曙光 星期天到星期一 华南云雨区 陆续会东移通过台湾的上空 银封面的北部 东半部 还有中南部的山区 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雨 下雨时机曝光 这周日起大气不稳定 可能出现对流性降雨 有望为干巴巴的大地 稍稍结克 三年新闻参议员 吴库宇 胡克强 综合报道 我们要欢迎三位新加入的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赖宜中 赖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他们的大家好 我们还要欢迎的是 台湾智库咨询委员 张国成 国成老师 会儿好 大家好 还有财经专家张振威 会儿好 大家好 我们先看到缺水的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都非常紧张 我一直在关注说 当时要落后 说是大概礼拜天礼拜一 可能有这个降雨的机会 可是又看到说 可能雨水不足以 就是缓解我们整个缺水的情况 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心情指数 又荡了一点点 可是你要看 缺水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但是缺水的时候 有人还在干什么 我先请教这个晃哥 我们看到的是 其实政府有讲到说 我们有一些找警的这个计划 然后这个时间点 也有一些警 陆续在开招当中 因为有浮流水等等这些问题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 有一些比较在野党的部分 一个多月前 他们看到这个 有关于找警的议题的时候 就在笑你 善笑的非常的多 江启臣讲说 一笑大方 然后侯汉廷讲说 我告诉你 我足科有朋友 足科朋友说 智障 你足科朋友是专业的吗 我先一个问号 然后还有这个是 国民党立委郑正前 他也是新竹的 他说 为时已晚 头痛一脚 那赖斯堡批评说 你找警国家队 土法练钢 蓝营的这个 郑力文说 哎呀 我看到都快要崩溃了 我敢不听 你真的要找警吗 可是你看看 像是卢秀燕 他有几个议题 对中央都是一些互相的对抗 是对立的立场 可是针对找警这个事情 他说我们全力配合中央 怎么样来看 我真的怀疑国民党的网络设备 是不是把Google给封锁掉了 因为以上这些答案 我们在Google都可以搜寻得到 贵啊 刚刚讲是一个月前 他们是笑嘛 什么林可着警啊 这个在笑这些人 可是最近包含卢秀燕 包含台中选出来的 国民党籍立委杨琼英 他们现在在抢功劳 所以着警是我们先想到的 不是很好笑 那有什么好抢的 那正正前这些新竹来的更可笑 你如果真了解竹科的话 如果没有找警 没有从翡翠的水 透过板新集水厂 透过水管运到十分水库 给新竹用 竹科现在早缺水了 你知道昨天的BBC 写了好大一篇报道 他举新竹宝山水库为例 讲到说台湾的缺水 现在已经变成世界的危机了 因为会影响到 我们的半导体的产业 台湾什么时候 因为一个缺水的民生问题 变成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 你光从这一点 你就发现 台湾在这一两年之内 我们从世界的边陲 现在变成世界的中心 我们已经站在舞台的中央 那个聚光灯已经 我们在西位 对 我们的聚光灯 已经开始往身上打 以前都是在旁边 可能还要自备苹果光 现在不用 现在聚光灯 它开始往台湾身上打 平良心讲 台湾的水很多 台湾的雨水很多 平均每年降雨量 两千多毫米 可是台湾问题是因为 我们没有长的河流 我们没有大的湖泊 所以我们留不住水 而且我们要平良心讲 过去几十年来的政府 很少有持续性的 长远性的 对于水资源的规划 这是事实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不管是开发浮流水 抗旱水井 甚至水库做清淤这个隧道 这个都是2016年前瞻基础建设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时前瞻建设的绿树水稻箱 水就是水资源 总共要编一千多余的预算 都是在做这些事情 你真以为那些井是 今年缺水了 现在才赶快找吗 不是 是那些抗旱水井的位置 还有它地下水位的变化 其实早在前瞻基础建设 编列的时候 就已经有监控了 那现在发现 真的不够了 我们要找紧 那包含地下的浮流水的开发 屏东你看 全台湾各县市都在讲缺水 只有屏东它没有在缺水 因为屏东的地下水 非常的丰沛 然后高雄在花妈当市长的时候 开始在做浮流水开发的计划 这些都是长远的计划 你平常也许你真的没有注意到 可是现在发现的时候 你 好了我不指望在野党说 去称赞执政党 说你们有先见之明 但是好歹你不要去笑 你不要媚于事实的去 耻笑现在的政府 在做的一些超前部署 还记不记得当时2016年 在审前单基础建设的时候 请问国民党立委在立法院 是什么样的表现 吹索纳 丢面粉 丢鸡蛋 我们还说插芽子就可以做成芽子间了 你们当时是用这种态度 在审前单基础建设 你们当时有没有好好去看 在水资源计划这一项里面 到底做了哪些计划书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你怎么会到现在 因为真的逼不得已 得要找使用抗害水井的水的时候 你才回过台去笑人家 然后现在 感觉看看水井好像发挥功效了 很多地方原本可能会缺水的没有缺水 或说原本可能缺水很严重的地方 现在缺水比较没有那么严重的时候 开始出来有人割刀 都是我的功劳 我们最早开始的 拜托杨琼英 拜托卢秀燕 去劝一下你们党中央 劝一下你们中央那些其他的立法委员 当时是怎么笑民进党 现在回过头来要去懒功 做人不需要这样 因为常常你如果说在野党 又是最大的在野党 你提一些意见 建设性的意见 大家其实是可以采纳的 可是你看像江启臣 他在领书上发的这个就是说 面对气候变迁 没有时间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又在骂政府毫无作为 那你可不可以提出一些 你觉得很有建设性的东西出来呢 我们刚刚其实宍哥有讲到说 挖这个水井的部分 包括浮流水 它的确是有帮助的嘛 所以过去已经前瞻建设 有挖的部分 我们现在因为实在是太渴了 56年来最最最渴的一次 所以还要再去开发一些 新的水源的部分 来 珍威姐我要请教的是 这一次我们看到 缺水不利民生 民生要用水 然后包括农业 农业要用水 那更现在大家关注到的是 因为为什么BBC会写这一篇 因为不利就是我们半导体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讲 当台湾 如果就像刚年晃他提到的 已经变成全球的Spotline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聚光灯打在你身上的时候 没有化妆 或者是你甚至什么样的缺点 通通都暴露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这个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必须要讲 这真的是56年来最严重的水情 是老天的意志 不是因为 这个目前为止 因为谁哪方面的操作 那目前为止 已经事到临头了 人家国际订单已经下来了 目前为止 全台湾供应全球的车用晶片 或者是包括现在的晶片 目前已经也 至少光台积电 它就已经超过五成以上 那包括其他的 加起来有六七成以上 我问你 在目前全世界都在看你的时候 当你订单全部下来的时候 你没有晶片可以供应 只是告诉别人 因为缺水 这个会是国际的笑话 也是会全台湾 不是只有台积电 不是哪个政党的问题 这是全台湾目前的问题 所以最重要的是 就像贵阳讲的 我们最重要的是 缺乏一个解决之道 那个解决之道 有些部分我是觉得 我们有几次也有公开提过 呼吁过 这台积电自己本身 已经花了不少钱 跟心思来做 它每一度水 它通通都可以回收 做3.5次用 但它希望能够更高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也有个重要的 时间点到了 如果因为老天爷的意志 有可能会造成 缺水危机的时候 那包括地方政府 包括台积电 目前为止在 这个包括竹科 中科跟南科 整体一系列 我们要通盘的检讨 到时候水源的调度 我们到底 政府的priority 会是在哪里 第二件事情 企业必须要跟政府 一起合作 也许到时候 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 常常举 Intel 它是目前为止 全世界的半导体的巨人 那它通常 它也大量用水 它也是半导体的产业 他们当时曾经 有用过再生水 逆渗透 跟大概目前为止 大概三种方法 就是重复回收 它的目的最高 是希望达到什么 它这个水 经过他们的 再处理回收之后 它可以灌溉农田 这是一个最高的目标 因为你知道 其实半导体用过的水 都还蛮 就是环保方面 问题蛮大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何节省中间 这个台积电 他们大量用水的过程当中 需要供给 它的纯净水 因为是非常 需要大量用水 你知道一天 它就要用到 15.89万吨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几乎是 那个增温水库 将近大概是 这个将近四分之一左右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就要通盘检讨 那该花钱的部分 比如说 如果我们到时候 请业者 自己也提列 包括你在这个 使用做再生水的过程当中 你要增加多少成本 那英特尔当时 开出第一波的那个预算 就至少将近100多亿 很高很高的一个美元 当时的数字来做 那很多年以后 才能够逐步的 把这个事情救起来 就是使用再生水 所以我觉得问题来了 如果你的成本增加 而且大幅提升的时候 那是不是提供给 这个台积电 它给它的客户 提供一个涨价空间 什么意思呢 我们现在来增加的 用水方面的一个成本 用它自己最智慧的方式 已经跟政府 地方政府都通盘检讨 可以怎么样做 调度水源之后 它使用再生水的设备 那到时候 增加的成本怎么办 那就全球的客户 来一起做承担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高通付不出来 我不相信 苹果付不出来 好 因为其实我看到 我们最近 这个经济成长的部分 成绩还不错 东豪哥 我请教的是 我们看到小英总统 他出席美国商会的 这个限年范 然后他有提到说 我们台湾的 今年经济成长率 可能还不错 他这个标的叫做2015年来 有可能又是一个新的高点 那我们也知道说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本来这个GDP的数字 我觉得不太好看 可是后来我们守的还不错 对不对 我们甚至呢 是超越了中国 30年来首度超越中国 这样一个数字 可是呢 我最近看到的是 出口创新高的部分 国民党又在骂了 我们讲说 你不是说什么国民党 我们这个舔共吗 你民党不舔共吗 不然你出口怎么 为什么对岸买的东西 还比较多 怎么样来看 其实两岸有一些 经济上的问题 本来就是互相依赖的 那谁也甩不掉谁 可是事情永远不会那么单纯 其实你从这一波来讲 就是说其实今年来讲 对台湾经济成长来讲 的激期 去年算不错了 所以我们跟其他国家 比方我们跟中国 在这个成长激期上会类似 都是去年比较好 然后你今年怎么在 比较高的一个标准上 继续成长 那其他国家是从谷底 要往上翻新 所以你回过来看 这一波来讲 就是说目前所有的预测 指数当然是比较乐观的 可是更重要的是 像刚才在讲水的事情 缺水的事情 缺水的事情不是 不是今年才知道 是去年就开始做准备了 你去年不做准备 你今年绝对来不及 比如说 那个 水费的水 北水难以 一直支援到桃园 你如果今年才开始做 真的不符 你绝对来不及 挖水管要时间的 然后他水管其实本来有 但是要换大的 要换大的口径 那个是从2016年上来以后 没多久 他们就开始做了 所以我一直开玩笑 问志文贊 遇到了吗 说那就是钱瞻 其实有时候搞不用钱瞻 那钱花在哪里 可是他跟你讲说 内条水管从板新到桃园 桃园再到新竹的时候 你这样你就很容易懂 内条水管 像刚才讲到浮流水 浮流水在日本人时代 就已经有做调查 那都备而不用 备而不用 你要挖井 备而不用 好 我讲的这些都是政府方面 他自己该知道的 这个跟蓝绿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是专业文官 他们就要掌握的资料 那讲一个业者怎么自救 名字不要讲 很大的一个科技业者 你知道他们 他们早就知道说会缺水 因为他们跟经济部之间 大家都有联系 他们用了一招 你绝对没想到 他们学精华层 精华层不是 我们有一次风灾 精华层不是七个七层楼的地下 地下停车场全部都淹掉了吗 中南部的这些科技业者 现在怎么做 你知道学很紧张 可是你知道 我们的科技业者 也很紧张 可是真正出状况的还没有 为什么 他们把中南部 他们的地下停车场 全部撤出来 不停车 你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 下面现在全部是水池 我不敢讲每一个 但是大的 它早就开始存水了 就是硬变 你想想看一个地下停车场有多大 它怎么去 这个里面不是只是说 我把停车场变成蓄水池 这里面还是有工程要做的 到时候你才能够饮水过去 对啊 比方说 至少我想到就是防水要做嘛 你不可能建筑 下面都 你要防水要做 我要讲 我要讲就是说 今天水情的问题 它不是 不是只有经济部的事情 不是只有民进场的事情 对业者来讲他自己也在努力想办法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克服他的难关 那国民党是有执政经验的 国民党过去有两大块非常强 一个是对美外交 还有一个什么 国民党只能说 他对经济的发展很有贡献 这是我们在蓝绿的竞争过程中 你最常听到过国民党在讲的事情 可是现阶段来讲 国民党很可惜 他把他过去执政经验 尤其在经济发展这一块 你看不到 你完全看不到 他们拿出有用的经验 这个时候要证明两件事情 一个你有监督的能力 第二个什么 你有执政的能力 对民进党来讲 一样 当你从在野党变执政党的时候 你要证明什么 当然是执政能力 我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个对不管谁执政都很公平 你执政就是解决问题 冲到机会 那你回过来看整个事情来讲 今年 我平时来讲 三十年前二十年前 谁想到过台积电会变护国神山 绝对没那么厉害 台积电是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之下 忽然间就变成护国神山的了 这我讲比较迟大 没有人那么厉害会为谱先知 但是因为台积电很努力 因为台湾的学生 这些学生很努力 然后我们的环境各方面的条件 你才会创造出这个体积出来 好 说到台积电 我们就来听听看台积电的创办人 张忠谋他说什么 他在这一场演讲的分享当中 他就提到说 中国的半导体业落后台积电 想起码有五档的时间 还不是对手 我们一起来看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直抢中国 晶圆制造领域不是对手 这是他去年参加逐格四十周年露面后 今年首度的公开演讲 总裁魏哲嘉董作刘德英也特别出席 专心听讲 还谈到昔日霸主英特尔 三十年前曾经看不起台积电 如今却又要跨入晶圆代工 抢饭碗 这个2021年 英特尔 这个以前的霸主 宣布他们也要做晶圆服务 这个是对我来说 是有相当的讽刺性 不过张忠谋点出 今月制造南韩三星电子 确实是强劲对手 最近传出又找上联电结盟 实力不能忽视 毕竟台湾还有能力 能创造出下一座护国深山吗 对这个问题 我的答案是难 大量的优秀敬业的工程师 技工作业员 愿意投入制造业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优势 美国敬业的程度 绝对不如台湾 张忠谋直说 要找到护国深山真的很难 不过台湾大量优秀人才 目前确实是晶圆代工优势 因此演讲最后 他语重心长 希望全台齐心 守住这一座 这一座是得来不易 守住亦不易 期望政府 社会 台积电本身 努力把它守住 这一座是由台北部报道 张忠谋他对于半导体业的一些相关的 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还有未来一些相关的展望的部分 我们来看到的是 他说中国 二十年几百亿美元来补贴 但是半导体它还是落后 我们台积电五年以上 IC设计落后 美台大概是一到两年左右 然后他有提到说 美国现在包括他们的土地 水电这些优势 但是他提到说 人才跟调动能力不如台湾 那单位成本是比较高 那虽然说他们也做出了补贴 但是呢 长期的劣势 很难以来做弥补 那看到的是 南韩的三星 是我们非常强劲的一个竞争对手 优势啊 这些一些 评比之后 跟台湾是还蛮相近的 那他说台湾的优势是什么呢 他说我们有这个 优秀敬业的工程师 美国比我们不到 我想应该是 工时的时间比我们不到 然后经理人的这个部分 都是台湾人 那在台湾一流 去国外 他说未必一流 因为可能有文化 习惯上面会不太一样 那他讲到台湾的这个调动 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比较小 然后包括高铁 高速公路交通很方便 适合大规模的这个 人员的调动 那我请教赖老师 我们可以看 这个是我们自豪的这一个部分 有关于台积电 那美国他们也看到一些 相关半导体方面的警示 对不对 他们甚至提到说 我们美国缺乏 自产晶片的这个能力 可能会危机到是 国安的层面 怎么样来看 我想就是说 现在讲台积电 那个护国神山 那特别是张忠谋 已经退休 在现在就演讲 那结果也是万人轰动 大家都赶快跑去 要去下载 他那个演讲的内容 那其实现在所讲到 全世界半导体的 那个生产来讲 当然台积电是最前面 五奈米可以量产 那三奈米 现在也可能快要到量产 然后至于说 如果到两奈米 我觉得已经快到物理极限 根据这个不确定性原理 那个东西很难处理 那就是不准 那个测不准原理 uncertain principle 你没有办法同时 把这个动量和它的时间 和它的位置 能够同时把它确定下来 那这个东西会影响 我们物理制程上面的一些 的那个限制 那回过头来就讲到说 有关于这个整个制造 因为张忠谋先生 他在急要中国说五年 我觉得他是比较客气 那实际上就一般 那个我的工 我也有所谓工程师朋友 因为过去我也是 念那个物理这边的 那实际上他们的感觉是说 那个我们先不要讲年份 就是说中国现在 那14奈米都不是很准确 我们现在已经进到 14奈米 我们已经在聊 刚刚刚是讲7奈米 然后我们现在讲说 中国14奈米还不是很准确 对 那真正7奈米 跟我们比较重要的对手 就是三星 三星 那但是如果说更往下面的话 三星还在我们后面 所以说那个 从14奈米 你看如果到这个 5奈米 3奈米 这中间差多少 所以不太可能会只有5年 所以我觉得张忠谋先生 他算是比较客气一点 谦虚 你说不太只有5年 那大概如果要这样整个看 你给他估一个年份 你会怎么算 我记得那个时候 台积 我们开始突破14奈米的障碍 然后到现在 那个时候大概是10年前 那所以说 当然那个可能 他们不一定是需要到10年 因为后进者 他的学习的曲线 可以比较 可以弯道超车一点 但是我觉得也不会到这个 绝对比5年要多 我也就讲到这边 那另外就是说 当我们在提到 这个美国这边的状况的时候 当然这个 美国他的那个 亚利桑那州那边的那个场 那实际上台积电 因为张忠谋 他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美国你真的就是有一些问题 那他其实说在那边 他也是说给这个美国人听的 你要去解决这个东西 不然的话你要去 真的要弄上来 对我来讲也是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刚刚提到说 台湾在这边有优势的地方 例如说我们的工程师非常多 那主要是我们工程师很密集 不要说一开始 竹科那边就有那个清大交大 然后再来就是说南科和那个中科 这三个地方 他们彼此的相距 不会超过150公里 甚至在100公里以内 所以说当然那个 有一个说法是说 一旦地震一个地方出现问题 另外两个就马上去补上来 因为他可以把工程师 调到那边去很快 对 那另外一点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那个工程师 就是说这个人的距离那么小 所以变成说他们的那个 移动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那甚至有的时候 就那个直接大学毕业在家 然后就直接去上班了 就到隔壁那边去上班 像这种事情 有很多都有这种状况 那那个在美国的话 我们讲美国地方很大 那特别亚利桑那州 对啦 Universal Arizona 或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那个附近可能是有一些 很不错的研究的单位 可是那个在 他的其他的那研究的群落在哪边 美国我们在讲到说 那个因为往往这个先进的东西 都跟smart city 或者是说跟他们的科技研究社群 之间的那个群聚效应有关系 那但是如果说 他没有像台湾有清大交大 那时候大量培养 这边非常厉害的工程师的话 那请问在美国那边要怎么做 那当然那个有人会讲到说 美国的他的企业文化跟台湾不太一样 台湾工程师要就直接跟着机器 那美国可能不会是这个样子 你叫工程师 死定了机器他受不了 他觉得说 美工程师讲说 我 你把我买那样做 我念到博士了 我去开一台机器 你把我这么大才小用 基本上就是不同文化的一个问题 但是就是说 因为我们很多的制程的那个东西 它的那个改进 是跟着这个制程的过程在发展 不是说关在实验室里面 慢慢自己做出来的 所以说有很多管理技术上面的革新 其实也是我们在那边 形成的竞争优势 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往往就是这些 包括人才 然后包括说那个 因为地理的关系所形成 那个对于人才 它聚落上面所带来的效应 那以及啊 就是说那个企业 有时候是企业文化 这边所形成的结果 就变成说 你要把台积电的某些机器 直接移植到美国 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另外一点 美国它之所以今天 它会放掉有关于这方面制程 因为照讲在过去 Intel 它是这方面最厉害的 就是它不做嘛 换我们这边把它接起来做 它现在会 它现在后悔 后悔莫及啊 来 郭森老师补充 好 刚才除了赖老师 讲的这些以外 台积电最大优势之一就是 它的资本支出 就是它的投资 非常的大 未来一年两年 它自己宣布 它的资本支出 恐怕就是投资 改善它的产能这方面 都会到250到280亿美金 这250到280亿美金 如果算280亿美金的话 就超过8000亿台币 这什么概念 我们一年国防预算 还不到4000亿 台积电一加 它一年的这种资本投资 还不是总的支出 就已经比我们国防预算还多了 所以这个一看 这个庞大的资本支出 造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技术领先就赚钱 赚钱就有钱继续资本投资 基本自于投资 技术就领先就继续赚钱 所以这就是它跟其他的竞争者 会拉开差距的原因 当然我们可以说 中国也可以投资 中国不是也有的是钱吗 第二个问题就出来了 就是什么呢 政治问题 因为你中国要投资 台积电的技术 也不是凭空 从台湾自己长出来的 它也是有上下游 也是有美国荷兰 这些先进技术的资源 然后相互合作 互蒙其力 可是政治因素是什么 就是中国现在中美贸易战 美国可能给中国先进的技术吗 可能跟他合作吗 就算他拿钱出来买 也不可能 然后这个美国的厂商 相关的这些机台 有可能设在中国吗 就算是没有政治因素 也要担心什么东西 担心中国的技术偷窃 像譬如说我们举例来讲 特斯拉 这个是世界第一名的 这个电动车的产业 现在特斯拉说 想要到中国去投资 可是专家说 特斯拉现在去中国 恐怕就是它倒霉的开始 为什么 因为中国要特斯拉去 现在看起来很欢迎 重点是要去偷它的技术 把它的技术 都可以copy过来之后 我就不需要特斯拉 对 我就不需要特斯拉了 以前许多美国的厂商 也不只是电子产业 像那个什么游戏 各个领域其他制造的 都被中国名的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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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寨 所以最后结果 反而断掉了 未来的生路 所以我们看特斯拉 现在去 人家就说 你叫个中国欢迎你 只是一时的 当你技术全部被拿走了 你就不被欢迎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政治因素 还有中国的这种产业竞争因素 先天的就让这种先进的 像半导体晶圆这种 目前在美国看来 已经是国安关键的技术 不可能还让它有外溢到中国 还跟中国合作 除了比较低阶的贸易 或者是相对比较低阶的技术之外 中国在这块要突破 不是说它投资多少美元 多少去补贴 才有办法的问题 那台湾呢 现在我们一方面 台积电它的这个技术 跟投资的金额 已经掌握优势 第二就是政治因素 现在台湾 站在世界的顺风 我们在台湾 这个在跟美国形成 这个晶圆的世界队 不只是国家队 世界队 这个是有优势的 相对来讲 这个就是我们台积电 作为护国神山 不只是我们护台湾 也是因为台湾的政治因素 让台积电可以护美国 如果说你现在 站在中国那边的话 我相信这个力量 一定就大打折扣了 尤其是半导体业 大家现在关注在 这个点里面 而且都已经升级到 国安层级了 那我们可以看的是 来 郑威姐我请教 我们先看到这一边 这个是Intel 他新任的执行长 基辛格他说什么 太多镜片是在亚洲生产了 非全球乐界 那我们希望美国 可以夺回全球 三分之一左右的 这个晶圆的产能 现在才讲这件事情 可是我们回过头 其实张中某有讲到一件事 他就讲说 Intel他现在说 要抢这个晶圆代工 他觉得四个字 叫非常奉势 因为想当年 想当年这个Intel 他就拒绝了 要投资台积电 甚至他觉得这个饼 做不起来 有一点看不起 这样子的一个味道 那我在想 如果说时间可以倒回 现在来看 这个Intel 应该也是处于一个后悔的状态吧 让他痛失江山 悔不当初 我说实在 现在那个杰辛格 他的一个说法 为什么大家非常重视他 说实在是因为 之前美国有太多的部分的外包 那因为晶片的部分 当年也是受赐于 他们外包的一个结果 那他们把最惊讶的 比如说IC设计 在半导体最上游的IC设计部分 由他们来做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张中某董上 他毕竟 即便他退休 他是目前为止 全世界都非常敬重的 第一流的半导体的教父 那昨天他选在这个时刻点 而且他是看稿子 他不是这个任意发挥 我觉得他自己 每个人都知道 接下来 全世界 包括外资的投资报告 包括我们国内的 那包括全世界最重视半导体的法人 全部通通都会follow 他讲的那个话的重点 那我觉得我个人解读了 他昨天讲的这番话 最重要的是什么 因为太多人担心 杰辛格以及美国 想要把台积电 比如说拉到输出美国 到美国去设厂 那到时候我们的台湾的竞争力 我们的台积电优势不在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市场上很多的疑虑 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们台积电落成这样 这个600块的守不住 很多的部分 其实有关 这个部分绝对是有关的 那第二件事情 我觉得他最主要是 要告诉别人什么 应该是这样讲 以他的身份地位 要让英特尔知道 台积电在台湾的角色 跟全世界扮演的角色 哪里是你现在英特尔 增加个200亿美金 盖了一两座晶圆厂 就能够处理的 你就想要敲车 不可能 过去的台积电 至少花了三十几年 那当年也受惠于 你英特尔想要外包 今天你想要再把整盘 再端回去 我说实在 这还要再问问 现在世界上的No.1 世界上的No.1 是台积电 我说实在 为什么我要讲 他昨天讲的那段 那番话 除了给英特尔听 也是给三宗听 给两大竞争对手 那要告诉英特尔的是说 你慢慢等 很可能 你很难 难 不只是我们国内护国神山 又另外一组很难 英特尔追上台积电 也很难 那另外一个点 Samsung 其实昨天 那个张东波董事长 他有提过Samsung 觉得未来很有可能 真正的劲敌 会是三星 而不是英特尔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蛮重要的一个解读 全世界 可能都在移动 会follow董事长 这个张斗这样子看 那你看 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 我们现在从这个市占率 晶片不是 不是名片 也不是一般的这些 像大陆众的欺骗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具体的数字 在全世界的流通 都大大公认 目前在全世界的 这个晶圆代工 台积电 它目前已经光单家公司 占了54% 那三星 有17% 其他的你来看 联电有7% 7% 那中芯 大陆的国际中芯 5% 剩下的不能看 大概都只有一% 这个部分 没有办法 在短期之内调整 所以不是只有制程的问题 而且那时候杰辛格 他自己心里 这个我们都 大家很多人去研究过 他的策略 这一方面 他是夹着 现在美国 希望能够 美国制造 所以他知道拜登政府 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第一个事情 就是赶快让晶片 回到美国制造 其他的部分 真的都还 不是说最要紧的 那他就抓准了 这个时机 而且美国政府 会donate他 就是一定也会 做一些相关的 骨贴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知道他其实也来台湾 挖人才吗 Intel 他其实已经开始在 我们台湾发英雄铁 甚至也拿出 所谓的绿卡的政策 所以我常常觉得 张作坡董事长 就是要让别人知道 在这个情况之下 Intel你想三番两下 就要整盘端走 这个几率非常低 那张作坡董事长 他除了有讲过 他对于Intel 当年有一点点薪酬旧恨 当年叫你投资 你不投资 你还觉得我们 看妙没点 其实现在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又赶快希望 妙净了200亿 你知道吗 对 你希望花个200亿美金 把台湾追上 当年对我不理不睬 现在你想要尽快追上来 有这么容易吗 但是第二件事 他有提过 在中国的部分 落后我们的竞争 大概至少有五年以上 其实那时候 张维莫董事长 2018左右 他退休 当年他就已经有讲 他是五到十年 甚至他觉得 十年都有可能追不上 在当时 那这次的讲是五年 可是看这个状况 目前为止 这不是三两岸里口追上 所以他那时候有讲过 是三宗 如果三星 刚刚我们都看到 他至少占全球 市占有17% 那另外一个点 其实张维莫董事长有提 为什么我们台湾工程师 我们强占在哪里 不完全只是技术 不是支撑 不是那些艾斯摩尔 卖给我们的EUV光科技 不是这个 其实最重要的是人才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人 所以我们台湾的高阶的工程师 最聪明的头脑 然后还高阶的技师 以及作业人员 你知道我们当时为了苹果 要研究出他想要的M1的晶片 当时他需要研究 那个复合 不是M1 这次就是苹果要的 24小时三班轮流 我说实在在美国 那是没求人的事 工会就会来 对 他有工会 还有我要休假 我要干嘛 大家通是freestyle 但是目前为止 有可能竞争的会是Samsung 因为三星2012年 大家都知道非常惨烈的 Q台湾计划 所以当时的灭台计划 的确造成了我们LED面板 跟各方面都疲累累 所以我觉得在张忠谋 董事长他的心中 他只是跟全世界讲 Intel你恐怕要好好的调整 你美国人的工作态度 你再来 但是三星 未来美国 你现在觉得韩国靠中国太近 你要用什么方式来给 因为Samsung这次也有去 亚利桑那州 也在里面同样 在光明顶尬掐掐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倒觉得 如果全世界都需要 我们台积电 包括美国政府 那么是不是 在面对Samsung 他也有技术偷窃 各方面的 我们希望 在这个部分 能够趁大家都有机会 在一个谈判桌上 跟美国政府说好 希望这Samsung 在各方面的规约 都能处理好 否则 到时候又来一次 所谓的灭台计划 这样不好了 好 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这个抗中第一线 澳洲政府做了什么事情 他很正式的宣布说 原本维多利亚洲 跟中国签订的 这个一带一路 协议 不好意思我给他撕掉 就这样撕掉了 因为他说不符合 澳洲的外交政策 当然你可以可想而知 就是中国战狼 会多么的生气 中国驻澳洲的公使 王熙宁 他在公开场合 他就骂 他说我们中国 不是一头乳牛 就觉得这个形容词 用得有点 其实王熙宁 他本来要讲的 其实是说 中国不是一头 任人宰割的乳牛 壮年的是 我要这边挤奶 然后最后 被你宰杀了 但是其实网友的 这个议论还蛮多的 因为都是跟动物有关 说原来你不是羔羊 然后不是奶牛 会不会你是一头狼呢 那也想说 也许不是牛 是狐狸 狡猾的狐狸 可是你知道吗 当他这样比喻出来之后 大家都说 原来中国就是动物 就是变成你好好的一个国家 大的国家不做 你变成一个动物 有比较好吗 来 国成老师 完全对 他都乱比 因为第一个 中国本来对外的形象 就从来不是一头牛 至少也是罗 对不对 怎么会变成一头牛呢 第二个 他说 不要来认为 中国是一头乳牛 年轻的时候可以来挤奶 然后等到老了 没力了就宰杀 那他当然是意思 就是指说 现在澳洲 是用那种宰杀 乳牛的方式 来对待中国 问题是 乳牛真的被宰杀 是他已经老了 没有办法产牛了 难道 现在习近平总书记 在讲中国梦 中国伟大复兴 中国腾飞 结果你驻傲的 公使级的外交官说 中国现在是一头老乳牛 已经没有奶了 要被宰杀了 我看这个回去 党主义 一定要严厉批评 对 很难交代 中国再怎么比 不管任何方面的宣传 怎么可能会让外交官说 他现在是一头老乳牛 要被宰杀了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 中国对其他国家的贸易 向来都是粗糙居多 换句话说是 他去人家国家挤奶 怎么时候 人家到他的国家去挤奶 这很奇怪的一个比喻 他的对外的贸易的粗糙 累积了庞大的外汇 这向来是他们自己 沾沾自喜 引以自豪的对象 而且现在来讲 他前一段时间 他就说这个疫情 他的经济如何如何的好 现在怎么又说 他已经沦落到 要被宰杀的命运呢 所以这个外交官 有的时候 这个可能他接触到的 这个讯息 还是说他临时 这个说不定 他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状况 就是说中国经济 其实真的是不行 所以就像那个乳牛 快要牛奶了 那些大外宣的资料 其实都是假的 其实他当然看得到 那些比较真实的资料 但是说漏了嘴 以为说 这个讲英文 可能国内 不会第一时间注意到 但是实际上来讲 说不定也是一种 非常诚实的反应 中国现在真的 已经没有力气了 没有牛奶了 所以现在来讲 是一种那种哀鸣 一种无奈的囚牢 所以无论如何 任何方面解释 中国外交官 中国外交部 常常讲一些很奇怪的话 甚至有的时候 习近平自己拿的 外交部的稿子 讲外交事务说 譬如他说 你现在外国 对中国来讲 这个是不得人心的 那不得谁的心 这个也很奇怪的 一个说法 所以这一点 我认为 这个中国外交官 这次讲说 本来是战狼 结果呢 乳牛 然后今年也是牛年 今年也是牛年 牛年牛就是吉利的 结果他现在说 中国现在头牛要被杀 那这个牛年被杀 牛被杀 这很不吉利的 像台湾以前 我们要这个 蛇年 要出蛇年的邮票 但是蛇的形象 一开始就选说 这个汉高祖 斩蛇起义 结果行政院说 不行 蛇年怎么可以斩蛇 那个邮票图案 整个废掉 所以他现在牛年 比喻中国是一头牛 但是要被杀 我看 这个不管是 党的立场 还是这个 传统上 抢救吉利的立场 我看他大概都有 都有麻烦 东华哥 如果是这样 隐喻失忆 会有麻烦吗 你觉得 怎么看 那个当然很麻烦 因为明年中共要大改组 也就是说 我们在看中共来讲 因为明年 习近平的这个 总书记应该会是三年任 那你随之来的 他整个外交人士上的铺排量 都会是大洗牌 那怎么看王毅 现在外交部长王毅 应该会再更上一层楼 那你知道中共有一个麻烦 就是说 他们的内部竞争是非常激烈 那你怎么样让最上面的人 看得到你呢 就靠你的公开发言 那比如说像 这个乳牛应该会扣分吧 乳沙也就算得罪了法国 可是起码他在国内是加分的 对啊 因为中国现在的氛围是这样子 因为他超级膨胀的民族知情心 随硬 你宁可向左 你不可向右 你宁可硬 你不可以软 你哪怕做硬的 因为态度强硬 像个战狼一样做错事 但至少在内部你不会被批评嘛 甚至你错了 还要替你擦屁股嘛 像你哪有看过一个 朱发的大使 可以两次去批评当 朱寨国的 可是 卢沙也有事吗 没事啊 所以我觉得我们后续 可以好好看一下汪欣宁他 后续还有什么 要比育圆牛 你好歹也比公牛 公牛有牛角嘛 不要强壮有力是不是 比母牛啊 这个不是说母牛不好 而是实在是太 所以我们关注一下 他下次会被派去哪边 好我们休息一下呢 稍后来看到的是 你看看 我不知道这个美国人 他们其实蛮有意思的 还有叫做国家撞脸日 结果什么东西撞脸了呢 居然是战机 因为他们发现说 歼31怎么会超我F35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 说台湾站上世界舞台的C位 正中心的位置 那美国最近有很多的这个法案提出 国会的法案提出 也都跟台湾有关系 那我们先看到的是 他们重要的点叫做抗中挺台 这边有一个是战争竞略 战略竞争法案 然后它是一个抗中的这个法案 前前后后281页都是跟中国有关 告诉你说 哎呀有一些掠夺性经济行为 我们需要钱 恶意影响力作战 我们需要钱 数位威胁的 我们需要钱 那还包括有一个法案 这个名称又更有意思了 叫做 无远弗戒法案 我想请教泰老师 他到底要管多宽 这个无远弗戒 管到哪里去了 应该就是什么都包嘛 包三包还什么都包 而且中年他有提到说 我们就是要定期对台军售的这一块 那我想 其实现在来看 就是美国他们对于这个中国的这个 威胁这个竞争 现在已经把它提升到非常高的层次 那现在所提到的这些法案 其实我们虽然知道在川普时代 也有国会很多的挺台的法案 包括说什么台湾旅行法 台湾保证法 台北法案等等 那但是现在的这些法案 他一个特色是说 他对中国的竞争的这个部分 他变成是说是全政府途径 而且他从政治经济 然后社会 包括说在这个科技等等 这些所有的领域 每个地方都要跟中国 针锋相对要跟他干到底这样子 然后而且他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他对中国的竞争关系 并不是在国际上面的竞争而已 他包括也认为 中国是对美国自己境内的威胁 所以说要怎么样去在这边 有一个全面反击的措施 那国会这边来发动 那我觉得特别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说这些国会的法案 实际上不仅是跨党派 而且有很多实际上甚至是执政党 他本身他主动在提出来 例如说这个战略竞争法来讲的话 就是那个民主党参议院的那个 外交委员参议院的那个主席 Menandes 他这边所提出 然后另外我们在前几天也看到 有关于一个台湾主权的一个相关的法案 那详细名称我忘记了 那那个是从众议院提出来的 但是他提出的这个跨党派的提出人里面 还有这个众议院的那个外交委员 亚太小组主席那个贝拉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些法案 基本上在过去有的时候这个挺台法案 好像是说国会他表示他的意见 因为他认为行政部门可能比较低调 可是现在反而不一样 他现在是说如果说连这个执政党本身的议员 都主动在提的时候 那就表示怎么样呢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东西 和执政党的那政府中间的关系 如果说我们有事先通过器 执政党的国会员不会提个法案 让他们自己的这个政府里面的人很难做事 所以这是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到的 那也因此从未来的发展来讲 我觉得这些法案 其实那个零零种种 有的是那个关于挺台的部分 有的是对台军售 和台湾之间加强防卫的合作 那怎么样实质提升防卫之间的层级 然后甚至那个台湾的国际的组织 然后国际的邦交国这边怎么去维持 那我觉得最有趣就是 当这台湾主权的这个保护的法案 开始出来了以后 那他那里面特别直接 就杀到联合国2758局一案 上面的一个解释 所以说变成就是 他在这里面是直接去谈到 有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台湾之间的关系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那六大保证的时候 已经有点隐含 就是说美国啊 他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那个对台湾有主权 但是后来他用的那个 六大保证的那方面的语言 他用的比较暗会 那个隐晦 他用说美国不改变对台湾主权的主张 但是现在呢 如果说是这个法案这样也通过 而且是得到总统他签署同意 这简直就把那个六大保证的 那一个部分直接加进去 就是说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台湾的主权 然后甚至在联合国里面 美国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能够代表台湾 而且在未来是会怎么样把这东西去 转换到其他对台湾的国际支持 还有一点就是说 现在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在里面来讲 从美日的峰会的声明 你看到 它有逐渐出现同盟化的一个趋势 那到时候 除了美国自己本身 他和美日同盟 那以后会不会美国和其他的 那个同盟伙伴国家 也会开始针对印太区域 这边的声明里面 会有一个台湾条款 那就变成这是一个区域 共同的一个主张 那我觉得这个发展是值得去注意的 美国讨厌中国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山寨的这一块 那之前在新疆棉的时候 不是说不能穿那些国际大厂吗 然后你看到其实中国就有很多山寨版 我们就被讨论了 比方说国际厂牌叫做爱迪达 他们就是阿比巴斯 大概是这种概念 可是现在已经超到高科技来了 超到战机的这一个部分 你看这两艘是不是看起来很像很像 只是一个看起来圆弧度比较胖一点 一个比较瘦一点 结果是怎么一回事 对 其实这个是美国官方公布的 结果你知道我刚刚去看了一下 这个底下留言 各种创意都有 有一个美国网友就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改名字 改成Copycat共和国 就专门模仿人家 这一架是F35 美军现役最主力的隐形战机 那这一架当然是歼31 大家看最像部分 其实是后面这个垂直尾翼的部分 非常像 然后还有这个后面的水平尾翼 其实两个长得差不多 那你如果再看这个角度的照片 其实也非常之相像 大概就是体型有点点差 但是他们的差别在 这个差别就是外形你Copy不来的 因为F-131 它的飞机的长度跟宽度高度都大于 上一段我们聊到的是 美国海军研究协会 它特别 它推一个国家长得很像日 国家撞脸日 你看顾不顾意 特别把这个F35点出来 对 其实除了F35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F35跟殲-31 虽然外形上可以Copy 但是在性能上真的差很多 我们光以一个战斗机 最重要的一个载重来讲 F35可以载到31.8吨 但是殲-31飞机比较大 它只能载到28吨 东间就差了三吨 那三吨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向美国争取 要买的AGM-158的飞弹 三吨大概可以多带两颗 多带两颗就差很多了 其实不止F35 中国的殲-20就是Copy美军的F22 F22也是隐形战机 它是比F35造价更贵的 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说 中国有一个解放军空军的飞行员 他在试飞殲-20之后 他竟然讲了一句大言不惭的话 他说我们殲-20的向量喷嘴 可以比美F22 你根本是超人家的 还说比美人家 就像A货的某名牌 然后跟我讲说我们的品质 超越原厂 对啊 你这像话吗 更何况全世界都知道 中国的喷射引擎的技术